是不是一路 正不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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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倒倒在这些人 挺好 很干净 行 就得先 钥子给我 好 谢谢 董事都不会还有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藏的是钱 老皮确认 这就是张艺琳的贪污所 贾静静 我知道你能听懂我的话 那儿太危险了 你赶紧下来 我带你回家好吗 我和小慧姐现在没法靠近她 一靠近她她就害怕她就要往下跳 她现在一定处在半睡眠状态 她觉得周围的人对她都是有危险的 所以你越靠近她 她就会觉得越危险反应就会越强烈 她怎么办 想想办法 怎么不能看着她掉下去 我们现在要让她觉得 我们对她是没危险的 那么先靠后靠后 别离她这么近 快靠后 停 李托的用户暂时五百六公斤 居住稍后再多 贾姓姓 你还记得你的姐姐贾明明吗 老皮 谁啊 我 这什么事 我有重要事要跟你说 那个等会儿啊 穿上衣服啊 啥事啊我这 走 跟我走 贾姓姓 刚才你姐姐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她说 她想跟你说说话 贾姓姓 贾姓姓 你姐姐现在就在电话那头呢 你要不要和她说话呀 我给你把电话送过去好不好 我突然有种不祥的语言 这个案子 肯定不是为了征农家乐的产权这么简单 吴向方花二十万贿赂一个律师 目的就是征一个农家乐的产权 张老太也没什么钱 竟然也花二十万 去保这个农家乐 这不合理啊 你管她合理不合理呢 她挣她的房 咱挣咱的钱 这个农家乐肯定有问题 说不定 跟张依林的命案有关 咱们俩还是别趁我这事了 我说你胆子这么小 以后怎么跟我闯江湖啊 老皮 你别忘了 你是个杀人犯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这些咱俩都别挣了 赶紧跟装修队人说 让他们停工 咱俩不许跟张老太说 这是咱俩别管了 不行 到嘴边主舍的鸭子 你飞走就知道 不能让另外一只主舍的鸭子也飞走 我说今天你怎么了 找牛三斤要钱那会儿 那种勇者为的精神跑哪儿下 我现在后怕了还不行吗 后怕你退出 别挡着我发赛 我一个人退出有什么意义啊 你要出事了我不跟着完蛋吗 我说什么来着 我当初就不让咱俊俊住到家里了 你飞不停 现在好了吧 出事了吧 我看他要是掉下去了 你能脱得了干净吗 你 你现在能不能不说这些了 赶紧想办法吧 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了 昊哲哥 你怎么在这儿呢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这个人跟吴向方是一伙的 我跟他也是一伙的 我们三个联合起来骗你 房间里挖土的人 是吴向方的人 是吗 别信他带别信 走走走 起来 快 你们俩别干了 我不装修了 你听我说啊 这两个人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赵老太不能信她的话 她是吴向方派来的 她的话呀不能信 你们俩当地 谁是吴向方的人吧 她的话你真的不能信 赵老太是这样的啊 她和吴向方那边谈话录音 我都给你听了 对吧 她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让吴向方占主动 好让吴向方那儿拿钱 对不对 别胡说八道啊 你别说了 什么我别说了 你想一想 如果这儿你不装修 那吴向方给你打起官司来 无论从经济状况 还是从健康程度 那你脱不了几年哪 我凭我呢吧 贾静静 不管你现在清不清醒 算我求你了行吗 你也看到了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想帮你 你是个王 我就跟他吴向方打官司了 我能活几年 我就跟他打几年的官司 反正这房子啊 我不装修了 别别别 你们俩愣着干吗 找人啊 走 那不装走吧 走吧 真是 那这样啊 你看 老人家 那事情都到这一步了 别着急 笑笑气啊 咱慢慢商量 这样 咱们聊聊啊 别人提老人家 走 走走 别在这儿瞎说走啊 走 我知道你能听懂我的话 我知道 你现在感觉一个人很孤独 你姐姐不在了 你觉得这个世界很黑暗 你一个人很无助 所以你停不下来 只想往前走 去找你的姐姐 可是静静 这个世界的路 不只是往前走 还可以往后退 你往后退 我在这儿等你 哥 你说现在怎么办 咱们怎么办 赶紧给我接打电话 好 喂 五姐 出问题了 你说这李浩子的 不知道怎么跟张老太说的 现在她不让咱们做了 哦 好 哥 五姐跟你说 哎 五姐 好 行 怎么说 贾静静 我可以做你的姐姐 让你不再孤独 不再感到黑暗 静静 到姐姐这儿来 静静 我可以做你的妹妹 也可以做你的闺蜜 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一起照顾你 一起陪伴你 你就不会感到 孤独和害怕了 静静姐姐 快到我们这儿来吧 静静 到姐姐这儿来 你找我什么事啊 来来来来 什么 跟你说点事 怎么了 你看 那边什么情况 什么呀 没看清楚 你俩快 快 快 推他 你先往屋去 快 快 快 别碰我了 行 你们走吧 快 好了 老皮可不想因为李浩哲对张老太太的同情 而让到手的钱飞了 他必须趁着李浩哲还没醒过来 马上把钱拿走 而且 还要找到洪涛六要的那份东西 韩队 我师父让我现在去占一连母亲家 说李浩哲和老皮在那儿 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洪涛想干什么 他在哪儿 师父说假见警出了一点事 他得晚点才能过去 他得晚点 那你们注意安全 我这边联系当地派出所 给你们支援 怎么回事啊 小哥 你们照顾好贾静静 我有要紧的事情要去处理 哥 你又要去哪儿啊 贾静静都已经这样了 你可不能又人下他不管了 我真的有要紧的事情 贾静静的事不要紧吗 他要是再出点事怎么办呀 这个事情是你惹下的 我们得一起承担这个责任 这个人跟吴夏方是一伙的 我跟他也是一伙的 我跟他也是一伙的 我们三个联系的 我跟他一起来骗你 房间里扒租的人是无相 疯了你 此时的李浩哲知道 老皮为了钱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他现在最主要的 是要保护好自己 还不能暴露了自己的真正身份 他不知道刘洪涛 什么时候才能来救你 而此时的老皮 也想进到房间去 你怎么办 上老太 你为什么打我 我儿子已经死了 我不想让他再唠个坏名声 我只要你们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点我一分都不要 我都给你们 李浩哲 你听见没有 咱发财了 你知道吗 开门 发钱 这是赃款 是犯法 我不会给你开门的 为什么不能拿 你是不是先牵手 如果你先牵手的话 那咱俩四六分钞 你拿六 我拿四 行的吗 开门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是你不明白 咱现在需要钱 需要的不是正义感 知道吗 等咱有钱了 随稳都解决了 为什么要拒绝呢 如果我们俩不说 今天那事 是没有人知道了 想通过没有 想通过开门 快点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的李浩哲 犹豫了片刻 但想到刘洪涛和可可的期待 李浩哲决定 要坚持到正义的到来 张老太 我们算账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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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是张逸琳的母亲 对 我是 您是 我是公安局的 喂 小花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当地派出所 已经过来支援了 这里发现了大量现金 估计 最少有七八百万吧 除了钱没发现别的吗 暂时没有发现什么 暂时没有发现什么 我们先回局里 走吧 跟我回去吧 我们的干警 在吴向方的公寓 把吴向方和那两个搞装修的人给抓了 吴向方你应该认识吧 就是指使老伙和耗子 伪装成装修工人 去张老太太家挖钱的那个人 我们在吴向方的公寓 发现了一份 吴向方委托你 李浩哲 做他法律代理人的委托书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我劝你 还是尽快交代美浩 你知不知道农家乐的房间里藏着钱 不知道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我就是去调解纠纷的 我告诉你 我们刚刚从你所在的法律咨询公司 合伙人老皮的手机里 找到了一段关于你的录音 这段录音可以证明 吴向方在他和张老太的案件上 试图贿赂你和老皮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但是我拒绝了 吴姐 陈萌您看得起我 这个钱 我真的不够 用官司托死张老太太是个好办法 但这个案子会托多久 我们就会背托多久 您觉得这个价合理吗 为此 我还跟老皮闹翻了 那你还去张老太太那里干什么 我就是去帮张老太的 我再问你一遍 你真的不知道 吴向方的真实目的 就是要找到那笔钱 说说那笔钱是怎么回事吧 还能怎么回事 张艺琳贪污了呗 你让耗子和老虎 假扮成装修工人 就是为了找那笔钱 事到如今 我抵赖还有用吗 你怎么会知道张艺琳 留下了一笔钱的 张艺琳有说梦话的习惯 有一次 我无意中听到她说 她把这很重要的东西 藏在了装修好的房间墙上 其实当时我没怎么听清 后来这老色鬼坠楼死后 我收掉了一封的铭信 铭信 信封上的字 是直接打印在信封上的 写着我的名字 但是没有漏码 信封说 张艺琳手里可能有一件东西 这件东西 是张艺琳联合其他官员 不是 我现在给大家看 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是用了 我肯定是没这件事 我确定是哪里 我现在就没了 我现在正在爱 你不在这一道具 是真正的 一道具 你不在这一道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这次 是我主动招的他 你觉得老皮 知道钱的事吗 我不好说 但他确实给自己留了后路 把错误信息给我们 自己却在藏钱的地方发钱 你觉得 他是红桃六派来的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老皮 就是红桃六派来的 叔叔 你是怎么推理的 红桃六把这个信息告诉吴向芳 却对交给谁只字未提 所以那封信只是个试探 他想看看 吴向芳是否真的知道这个东西 结果吴向芳果然就开始 全面装修自己成瘾的房子 这时候呢 他又派出老皮 主动接触吴向芳 帮吴向芳讨回了钱债 也讨回了情债 让吴向芳信任老皮 结果吴向芳果然就把 张宁老家农家乐藏东西的事情 告诉了老皮 老皮在动用手段 获制了真正藏东西地点的时候 却没有把真正的信息告诉吴向芳 就说明了这一点 你的推理确实有些道理 但你只是逻辑上的推理 证据呢 没有证据 你推理得再完美 没有用 行了 行了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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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这次推理的挺不错的 好 有进步 走吧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吴向芳要找的东西 就是一大笔钱的 当吴向芳告诉我 有一样东西 让张老太藏起来的时候 我就猜到是钱了 如果是张爱琳贪污受贿的证据的话 那恐怕张老太也早就回了 所以你就起了贪念 是 人为财死嘛 师傅 真的要把老皮放掉 你觉得他说的话 在逻辑上有问题吗 那倒没有 但是 但是我们没有证据 对不对啊 对啊 纪委已经接手张艺琳的贪污案了 他们说很感谢咱们局的帮助 但现在我们还不能放松 吴向芳收到红桃六信息 称张艺琳还有贪污证据 找到了会牵扯到很多人 明白了 我们会继续挖下去 这次因为证据不全 李浩哲和老皮只能先放了 但你们要关注他们的一切行动 李浩哲和老皮 新闻的介绍 في冬物 这次是 冬物 公司 youtuber 莫书 黄君 很小笑 明天 我不要 在 就 我的 衣 喂 涛哥 事情是这样的 不用废话 我都知道了 涛哥 可惜那鸡妈带钱了 我说话算话 你欠的钱从现在开始 利益价二十万 好 好 涛哥 你真是个好人 很快我会通知你 下一步该怎么走 好的 虽然红桃六依然是个谜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肯定 老皮和红桃六 已经有了秘密联系 所以他现在是我们一个 重要的突破口 这么说 我还是要继续做你的线人 对吗 当然了 你必须继续做下去 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可是我就是不明白 这个红桃六到底想干什么 张艺琳她是这个卖淫组织的会员 像这样高端的卖淫组织 我觉得她的会员 应该都是像张艺琳一样 都是些高官名流 吴向方说 红桃六发给她的那封信里 说这个东西是张艺琳 伙同其他官员贪污的证据 如果这个证据曝光了 会有很多的官员落马 把这两件事情合并起来分析 我推论 这些合伙张艺琳贪污的官员们 本身就是这个卖淫组织的会员 这样分析的话 那这个贪污的证据 一定和这个卖淫组织的利益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先查清楚 贾明明的生意 找到它的上限 还是那句话 查清楚卖淫组织 红桃六是谁 他到底想干什么 自然会水墨石出 那我们接下来就怎么做 继续坚持老皮 我觉得红桃六想要老皮做的事情 远不止这些 对了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老皮还有一部贾明明的 另外一个手机 对 我觉得这部手机 一定和贾明明的生意 是有关系的 你要密切关注这个手机的情况 好 我知道了 你也挺不容易的 我会继续努力的 你不觉得地进度 我不得太多了 不得太多了 你能帮我 可以关注的 你还能帮我 也不得太多 不得太多 好 大家可以 你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一直在等你 你干吗在这儿等我呀 你的事 我哥都跟我说了 他 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为了帮张艺琳的老母亲维权 被坏人绑架了 还差点没了命 幸好警察及时赶到你才没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是好好的 可是我一点都不好 这几天的事情让刘洪涛十分困惑 他总感觉有一双无形的手 在推动着所有的事情发展 他不知道最后结局会怎样 但他知道周围有很多人需要自己去保护我 你来啦 刘警官 你找我有事吗 我请你喝杯咖啡 不行吗 对不起啊 我知道 我不该在出现视频那件事之后 还跟可可来往 我知道我会连累他 我也会连累你 你放心 以后不会了 我会离你们远远的 你干吗说这些啊 快请坐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今天找你来可不是批评你 相反 我是感谢你 那天要不是你 假警警跳楼的事情 我当时真的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幸好有你 才化险为一 你帮助了我 我请你喝杯咖啡 就这么简单 要不 我帮你把电视打开 不用了 昨天的事情 你真的都想不起来了吗 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如果我伤害了谁 我只能说一句对不起 关于我住进来 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你们应该早就有心理准备 想早点打发我 抓紧破案才是正道 我知道 在出了视频的事件以后 你有一些自卑 你觉得自己辜负了自己 也辜负了所有喜欢你的人 你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再不能变回 那个所有人都喜欢的齐慧如了 其实你错了 我记得你的节目里面 好像你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说 新的一天就要有新的心情 昨天的烦恼已经成为历史 所以就别让它再来干扰今天的心情 一个人要学会享受孤独 要在孤独中活出品位 即使一个人生活 也不能放任自己 不能让自己的房间乱七八糟的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间 不一定是为了让别人来欣赏 你整理和擦亮的 其实是自己的心情 即使一个人生活 也不要敷衍自己 一个人的生活 也不一定就是泡面 火腿肠 你同样可以精心地 烹制出一桌大餐 享受美味带来的愉悦 这是你说的话吧 我没有落下什么台词吧 我都快忘了 我还说过这样的话呢 其实 我以前经常听你的节目 真的 尤其是在我受到挫折的时候 只要一打开收音机 听到你的声音 我的心 立刻就像沐浴在阳光下一样 立即变得温暖起来 所以我想啊 喜欢你的人肯定和我一样 他们喜欢的就是你 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喜欢的就是你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人生境界 还有你带给他们的正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你一直没有变过 审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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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一个人的本质 是绝对不会被暂时的 负面情绪所影响和改变 在我看来 你一直没有变过 否则你不会那么积极地配合 我们抓捕六叔的行动 也不会在可可需要帮助的时候 审认我 没法比较 没法比较 其实你现在 需要的只是 一点自信 和一点笑容 可我根本笑不出来 雅静静 我们两个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 虽然中间有过一些误会 但不妨碍我们还是朋友 我知道 你姐姐的事情对你打击很大 你的心情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 你不能因为听别人造谣说 我哥可能就是杀害你姐姐的凶手的帮凶 你就这么对待我哥哥吧 那些话毫无事实依据 你这么做对我哥哥非常不公平 你知道吗 你有你的亲人 我也有我的亲人 你为了你的亲人 我也为了我的亲人 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小可 既然你都跟我这么说了 那我也跟你淘淘心窝 这样吧 我给你变个魔术 随便抽一张 记住它是什么牌 放进去 你来洗 可以 别动 最上面的那张牌 吹口气 放开它 你怎么做到的 你真的很想知道吗 我不能告诉你 你说的我都知道 我也知道自己有点过分 可是我没有办法 你起码亲人都好好的 我的亲人都不在了 我的病一旦发作 我自己又照顾不了自己 我知道我给你们造成了 很大的麻烦 我也知道昨天是你们照顾我 如果不是你们 我昨天可能就会发生意外 我很感谢你们 可我也没有办法 我只能假装自己是一个恶人 我只能赖上刘洪涛 我才能活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静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伴随我 请带着我 伴随我 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写拥抱 美好 明天 明天 迷失了方向的人 能否再回家 伴随我 折影着迷途的光 一直在想念悲伤的心 伤害了闪亮的心 无依抚平 如何能够让心 平静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伴随我 请带着我 伴随我 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写拥抱 美好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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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错 我们两天 你做的一切 让我重新生活 天上星星 多美丽的星星 请带着我 伴随我 伴随我 带着我 飞出痛苦海洋 告别昨天 告别所有烦恼 让我揭开 心中 且拥抱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